在关注疫情的同时 许多人选择搭在宿舍中 但夏日的来临正是昆虫们活跃的最佳时刻 可能最常遇到的可能就是展览 然后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影刺虫 大概一年也就会看到一次这样子 蚊子吗 中间蚊子 通常都是蚊子 比较多 因为有些学生会打电话来说 他寝室里面可能有蟑螂啊 还是有些蚊子啊 还是有些蚂蚁类的啦 蚊子似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扰 到底为什么学校里会有那么多的蚊子呢 蚊子不会从土里面长出来 所以基本上 哎 水 下水到水沟嘛 最多嘛 那里面的设计 它能够排杆嘛 还是说它有水池 蚊子会怎么那么多蚊子 因为它蚊子底下的底层 像这个底层底下是因为下水池 下水池那个蚊子就会从顺着那个水管上面散 国立庄政大学曾被评为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但这美丽的校园里除了蚊子以外 或许掩隐藏着许多适合昆虫生长的环境 黑蚊它叫台湾甲嘛 它跟蚊子不太一样 它们两个生长的环境不同 其实你们那里就应该最多 有青苔的地方最多 青苔 所以你们青苔灭掉就没有小黑蚊 不可能 蟑螂它也会躲人啦 其实你要看到它其实不同 它是有一种族群的关系嘛 比如说这个范围它可以躲狮子 很奇怪 你这边跑一只进去 那一只便就跑一只出来 因为超过 它的家族超过 让你发现代表这里的 比较密度比较高 以前的话 其实也有影子同 量可能没有那么多 其实它只是路过 那不幸 你家只能进去不能出去 你家里如果有前门 后面有一个门 两个都很近 我告诉你 它一定从这里进来 从那里回出去了 如何抵挡蟲蟲大军的来袭 最快的方法 就是使用灭虫工具 在挑选适合的杀虫剂时 也要观察其中的成分和使用的方式 环境用药的 其实它有一般的 限制性的 还有特殊的 一般的话 就是我们在药局可以买到的 属于限制性的 或者特殊的 它必须要有实用之障 有松制被 比较属于老药 对人的伤害会比较大 相对它对 环境的伤害也是比较大 可是对你要杀的对象 伤害也比较大 那你灵制被是属于 那你说除虫剂 它比较属于天然 那毒性的话比较低 好处就是它可以带现 就不会腾积在你的身上 简单一点 然后你就去买 那个杀同剂 回家用手喷 另外还有一种的 比较属于染痘式 可是它屏床比较小 它一次按压型 就是说 你在房间 看你的屏数 然后摆放中间的位置 然后一按压 它就自动一直喷 它微粒比较小 所以你一按门 全部光起来出去 它整个房间 全部通通会布满 为粒子 像那种方式要做是建议 你的橱柜什么都打开 那它可以进去里面 除虫剂它也可以逼蟑螂出来 喷满了它一定会掉下来 这个是异性的 另外还有一种水烟剂 它的穿透力更强 它渗透性更强 效果会再更高 自己觉得安全一点 还是把表面上全部擦拭 学生除了可以自行 前往一般通路购买相关消毒用具 学校宿舍也会定期 针对昆虫较多的地方进行消毒 2101到2108 那8间是每次都会进去里面消毒 2楼3楼4楼都是消毒公共区域 宿舍每个月会消毒一次的只有蜜洞 因为它那边是地势低蛙 蚊子很多真的很多 是我们学校固定每年的春假这个时间 会消毒一次 再来就是8月底 你们要新生进宿的时候 也要消毒一次 这个是全校的 宿舍区是某个部分 像研究所他们也会消毒 就我们寝室的公共区 从10楼一直喷下来 公共区都会喷啦 寝室里面你要的人要来登记 你有需要你要喷 你来登记我们就会请他进去 我们不会你没来登记 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需求 也不能给人家进去啊 那一天我们有派一个管理员会来加班 他会带他们去 请示他会带他们进去里面喷 消毒和使用杀虫剂 这些立即见效的方法 虽然能享受短暂安宁 但在使用杀虫剂时 大部分的水生冻植物都会受到侵害 预防宠宠闯入家中 其实有一些更环保的做法 杀虫 你的隔绝做得好 有一种磁吸式布链那样 你进房间门那个装起来到落地 你门打开那个就是在你的门后面 你要进去就是装过去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减少了 那你如果用了窗帘 然后外面再放一个蚊香 哦那在那边范围等着要进去的减少了 那你过去的机会就更少 下水道给我做一个水管的优秀 水过去的时候水平的流调 可是凹槽的地方会积水 它会做一个隔绝 空气啊 当然它不会牵涉 所以它也跑不上 下水恐怖 有一种套王或者隔绝器 这样子 国立中正大学宿舍在预防昆虫入侵的问题上 针对同学们的建议 校方也努力做了一些加强和补足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从基础设施中做改变 现在我们都都有慢慢在改善啊 甚至上学期也把那个 有些下水池有一些孔 我们就叫民工来给它补起来 不要让它再飞进来啊 慢慢的改善啊 因为你看那个立东那个有没有 那个一到四楼的所有的所有门 都有在加装一层那个网子啊 那也花了好几十万啊 那个你们都上维修系统 看说我阳带沙门破了 我们会去看 那真的破了 我们就会拆掉给你重新 哇新的网子 四楼区里面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跟来外面讲 不是 反正你就去维修的啦 业务的啦 你都可以来反应 我们会根据你们反应的是什么 我们能做的 管理是能做的 都会一定会可以做 当我们无可避免的 必须与昆虫们共生时 适当的使用防虫工具 避免制造昆虫喜欢的生长环境 才是与床床们和平相处的最佳之道